创意吸睛 文艺飘香 文创百宝香 实践大学服装设计学系 其实它已经是老招牌了 那么在业界也有不错口碑 那么面对市场之一激烈的竞争 学校如何为这些学生储备 更具优势的竞争条件跟实力呢 我们要从即将在4月30号 跟5月1号这两天 在台北所举办的毕业生服装动态 展演来一探究竟 我们特别邀请 实践大学服装设计学系主任 许凤玉来我们介绍说明 非常欢迎许主任你好 是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非常恭喜实践大学的学生 这几年在自创品牌的设计上 相当的抢眼 那么在今年其实办这个活动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已经是迈入到第几届了 已经第56个年头了 第56个年头了 但是有自创品牌 这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 毕业生的服装动态展演 其实应该这么说 非常有特色 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除了自己学校的学生的 这个比较实验性的作品之外 还有跟北京的服装学院来连掌 我们首先先谈我们自己 实践大学自创品牌 这个品牌的发表新装 今年相较过去展现哪些不同主题 设计跟特色在这一次的展演当中 我们会欣赏到 好 在今年的2016年的 毕业生的展演里面 其实我们在自己实践大学 服装自习学系有两个大的主轴 一个还是既定的 我们一年底下有200个毕业生 甄选出大概60位的 分别在不同的两天 去做一个展演的呈现 那今年整个的大的方向 其实还是注重于在同学 他们透过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可能在生活上的体验 或是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展演 转化成时尚的这一块 来用服装去述说 他们的一些体验的一个部分 让可能在对于流行定义上面的 一个颠覆 然后对于东西文化的一个 汇流的部分 去做一些发想的部分 然后也对于可能多元的一些 主题的探导跟材质的运用 在这个整个转化上 那至于我们自己的 另外一个主轴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要把一个这样学术性 实验性的一个教学 或甚至产出的一个方式 让它变成一个 实物性的商品化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2013年成立的 Process品牌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方式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部分是 在这样的一场秀里面 我们就等于有 自己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走实验性 一个是走非常市场性的 去对未来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今年在自己的Process里面 我们去做了一场 一日生活圈的穿着 就可能在一日之内 我从早上一直到 可能到晚上去 狂欢的时候 我们穿着性这件事情 那一般白天 它大概就是一个 比较上班或Cadual的一个状态 那到晚上 其实现在很多的人 运动都在晚上 没错 就因为白天实在太忙了 这件事情 那到晚上的一个 所以我们自己面对市场的 对接的Process里面 我们把我们自己 自由的品牌这个部分 把它设定成 一日生活圈的穿着 的概念来做一个 展演的形式 是 切割得更细 其实前卫的设计 我要这么说 是因为我先欣赏到了 贵系的一些 正选出来的作品 比较实验性的作品 真的是好前卫 当然我们的朋友 可以在这两天前往欣赏 因为我有先看到 相关的一些照片 当然我想就是说 实验性就是让学生们的创意 能够迸发出来 而以后再接轨市场的时候 再慢慢再做一些修正 不过2013年的时候 就独创这个品牌 其实也慢慢的 从这个国际的触角 慢慢去接触这个市场 我想进一步就要请教 我们的主任 当初为什么要自创品牌 其实我想是 希望很快的 将我们这个学生的作品 能够被市场给接受 可不可以进一步 跟我们分享一下 用哪些方式来接轨这个市场 考验是非常严酷的 是啊 没错 其实当初在2013年成年 其实我们已经想了10年了 因为其实要让它变成 就是说其实整个 应该是跟台湾的整个产业发展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从台湾的代工 从670年代开始代工这件事情 到开始发展设计的形态 到现在其实大家 着重在品牌的价值这一块里面 那因为历经了这么久的 从教育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也50几年的一个状态 我们觉得其实这样的对接里面 我们当然从做一些 不管从业界的反馈 我们了解我们有哪些优点跟缺点 可事实上在整个操作品牌 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还是新的 大家都还在摸索一些方式 所以我们才那时候 在三年前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决定 要去设这样的一个品牌概念店 就是Process这个品牌 来面对市场 一个我们来做检核 检核我们自己教学里面 到底哪里有缺失 怎么去对应市场这件事情 二我们希望能够让学生 面对未来商品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能够去理解 怎么去做转化 因为事实上您刚才讲提到了 就是说在秀场上面 在整个毕业展上面 他们事实上都是一直在做 加法的动作 因为他必须把他所学的东西 去把他的特质 怎么去加持到最好的呈现方式 把他三年可能在这里的 三年半的所学 在最后一场秀去呈现 可是面对要到市场的时候 我相信其实他都是减法的 因为人的穿着不用那么繁复 他可以依场和需求 各方面去做加减的动作 可是真正到我们 真正穿着的时候 其实很多都是减法的 的一个概念 那如何让这样的东西 可以去让他们要离开学校 进入职场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磨练的方式 是我们希望的 不然的话我们其实真的很难知道 那些对应的方法是什么 还有一点就是事实上 刚才提到市场是残酷的 他能不能在提早 在离开之前 能够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实物性的演练平台 让他们去了解 其实他必须注意到消费者这件事情 因为做设计的人一定是先看待自己 喜欢的那个物件 他会先欣赏自己所create的东西 可是问题是消费者他要的是什么呢 他的需求又在哪里 那有没有哪些点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触角范围 去能够做比较好的一个 职前的一个了解或说演练 免得就是进到职场去之后 其实他的受挫力会很大 你就发现他们不太喜欢去上班 他想要自己做 但当自己做的时候 又很多问题会出现 因为他不是只有设计这件事情 因为在整个市场上不是设计说了算 他还有很多的行销手法各方 他必须去了解 以及现在目前创新的一些执行的方法有哪些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他离开学校的之前 能够建构一些平台来检视一个 检视我们自己在教学上 应该还可以在进步的地方有哪些 那另外一个可以让他们有个实物的平台 可以稍微去理解一下 整个市场性的这件事情 免得进到市场的时候 他的冲击过大了 对对非常谢谢学校的用心 预先帮他们铺路 也让他们知道市场的挑战性是非常残酷的 好我们相对要来看这次邀请就是贵系的姐妹学校 就是北京服装学院 这次是精选他们优秀毕业生的一些作品来台湾发表 我也先欣赏了一些作品 如果套一句刚才卓妮所讲的 我觉得他是有利用减法了 我觉得有些服装看起来我以我个人的感受 我好像可以穿得出去 但是我想他的一些风格的设计 是不是简单的告诉我们 在这次的作品当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或嗅到哪些气息 因为其实在2010开始 我们就进行了一些可能双方的一些 可能交流的活动 甚至展演的部分 那因为在整个产业的结构底下 其实他们的市场的内需市场是够大的 所以分类上也必须更清楚 所以在整个交流过程 他们开始就是我们也是相互学习的部分 可是他回头去看到他整个产业的需求 所以他把男装女装真治运动全部都分开来了 因为他各自拥有非常大的市场 因为其实台湾里面的内需 你不会很大分 最大众还是在女装上面 可是在内地里面 他的气候的变化也很大 所以他开始他有非常厚重的东西 可是在台湾里面你不太可能 除了寒流那几天 你应该没有太厚重的东西可以用 所以相对他们在设计上面的路线 他必须更加的分明 更加的清楚 那面对他这么大的产业所需要的时候 就像套一句话 他们的地阶必须再更强一点 所以他来的这个部分的 挑选过来的服装 他分了几组不同的类型 他选出来来这边的也是都会比较接近他 可能在生活上的需求 但是他们另外的也有就是 可能你没有看就很像看到我们的那种 非常创意性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服装下来也应该有200多套以上 可是他来的只有18套 因为其实要办一场秀 就像我们要去对方办秀 我们会精挑就是说他的重量各方面 或者是明显程度 就是鲜明的一个目标的这个部分 他就会把他带过来 不然有时候其实做这样的部分的时候 你要把很大型的 很巨大其实是不容易去做运送的动作 但是他来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做很分明的 就是让他的女装化 或是市场在运动 在休闲上是比较清晰的 那这是他们在目前里面 其实发展上来讲 他是跟产业的类型分得非常分明 那我就只能说 因为他的内需市场 是很长大 够大的 可是在国内你要分这么清楚 应该会有点难度 对对对 我们学生要靠一点想象 不管是我们台湾比较小的内需市场 或者说是不是有这个企图心 跟实力来接轨国际 所以贵夕跟北京服装学院 递结为姐妹校 六年来透过成果发表 应该达到不错的成效 因为刚刚你有说 其实是相互学习 那我们的作品有机会到 北京方面去做一些展示吗 有 其实这时候是他们过来 可是在每年的三月底的 中国北京国际时装周 我们都会跟北府一起在北京饭店 办一场秀 所以这我们已经经历了五年的时间了 五年的时间 所以就是一来一往 然后学术上的交流 跟透过这样的方式 所以学生的作品 其实两校都互相在 越加成熟的去做一些 可能发展性的部分 是 那么听来 虽然是学生实验性的作品 但是有一些已经慢慢跟市场来接轨 这个元素是够的 好 最后要请教主任的是 那么这几年也因为你们用心的规划 那么品牌也慢慢的打出知名度 那么比较一下 两岸在服装设计的思维风格 有什么样的差异 当然我想短短几年 就参入你刚才所说 中国大陆其实因为服务员辽阔 春夏秋冬四季非常明显 他们的设计可以非常的多样化 我想这只是我们粗浅的概念 但是你观察起来 就是说两岸的学子在设计上 你觉得各偏重哪些 或是在风格上有什么样的差异 是比较明显的 好 我觉得在台湾的部分 思维性比较开放 就是学生能够去踏取到的议题 是更多元的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的在探究他 可能从最小的个人 或甚至到可能多元的一些议题 学生都可以把它运作在 他的服装的演绎上面 而在对岸里面 他会更着重在 可能他市场性的那一块的发展 那至于他用什么材料 其实两个学校都差不多 就是学生能够去找的那些东西 应该不会相差太远 可是在应用层面上 或在思维上会有些许上的不同 这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的部分 但是慢慢也会做改变 因为就像我们其实每年 闭展 因为来这么多年 每年闭展 其实我们的羡慕是很疯狂的 因为我们让学生去 可能也许是一种抒发 也许他经历了四年 他的一种抒发 其实他们对于同侪之间的 就是在羡慕那时候 其实是可以展现 非常大的一个热情力这件事情 那其实那时候在北京里面 其实他们刚开始 他们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其实在北京饭店也不允许 因为那是很正式的一个场合 可是事实上他们后来 就分成两个方式 一个先在学校办 那在学校他们就因为 每次的互访 他们学生会过来 那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都显得他们很冷静 但是后来慢慢 他们开始也在 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会把一些 他们觉得 学生开始变活泼了 所以可能在思维上面 再做改变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其实都会跟设计 有一点关系 因为设计其实有时候是两极的部分 有时候是很crazy的状况 有些时候是可能会有一点感性的部分 但是他不至于到非常理性的一个状态 因为在思维上面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是慢慢他们发现 他们也自己告诉我们 他们小孩子因为跟我们的互相之后 其实他们某些的一些状态在改变了 那当一旦你可以更开放的 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那个议题 其实就可以更深入的去探讨 非常好 就是相互交流学习带来的影响 那台湾的孩子们 他们也可以慢慢的 务实的看这个市场性是如何 那么中国大陆 由于可能某些条件的限制是比较封闭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因为市场够大 所以他们务实的 在市场性方面做一些设计 好我想呢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时间大学服装设计学系 主任许凤玉介绍 即将在本周六还有星期天 在台北宋山文创园区 四号餐屋所举行的毕业生的成果展演 我们也最后邀请朋友能够前往欣赏 两岸年轻时代的服装设计风格特色 也非常感谢我们许主任 为我们做精彩的介绍 谢谢您 谢谢